HELLO,大家好,我是劍聖,今天一样给各位带来的是九本的部落战 那我们这次对到的啊,不是这次啊,上次大概两天前对到的一个是五级的部落啊 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到这么低级的部落,不是骂他低级,是说他部落等级这么这么的低级 只有五级,那对到的时候其实还蛮开心的,因为通常对到顶级比较,等级比较低的部落,通常都还在磨合 所以部落战不会打的特别特别的好,就是,除非他是从某一个部落开新的出来啦 那这样可能会比较难打,那通常如果是刚开的话呢,就是一个崭新的部落,那这个还行,还算可以 那老一辈的部落呢,大概会有人指挥啦,所以就比较难处理 那这场的话,我觉得差点输掉,真的是差点啦,因为带太多初九上场,首先熊桑出九 呃,库泰是初九,童年回忆也是初九,带太多初九,然后西蒙也跑出去溜达,没有回来 那,虽然说有king啦,但king这场有点失常,就是没有打到两次三星 两次我打了八十几%,高破坏率的二星,有点可惜 真的差点输掉,那今天真的运气还蛮好的,打两个三星 那我们这场呢,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一号都是十本,一号都是十本,对方一号也是十本 就是一个十本,那可以看到说我们打他们呢,只有一颗星,而且还是我们一号打的 其实,这样很危险,如果脸部落赛也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只有一个十本 那对方也是一个十本,那我觉得打法呢,应该就是保两颗星 就是两颗星高破坏率的打法,不用特别要求说只要三颗星 因为对方是十本啊,不容易打,我觉得如果你是非常关键的话呢 你就拿两颗星就好,因为你这样少一颗星星呢 说实在的,很容易因为这颗星星输掉,真的非常非常容易 那也没办法,攻城其实也尽力了,因为对方的阵型 就是有点防两颗星啊,就是让你走歪,不容易打到里面的主本 对方阵型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十本白这种阵型呢 就是,难两颗星,非常难两颗星的一个阵,真的 真的,所以攻城也是尽力的啊,那也没办法,只能一颗星 那对手其实也是棒锤啦,我觉得,因为没有人指挥哦 真的差一点就输掉了,因为他们如果打我们呢 是因为攻城其实他的这个阵,给大家看一下,真的是 如果是我来打的话,绝对可以两颗星,看到地狱塔都在旁边啦 那他就只要带地震,甚至是跳跳,我觉得地震比较保险啊 地震把这边震开,这边震开,甚至是说你大胆一点,把这边都震开 震开之后啊,你的部队直接进去,一定可以帮我处罢啊,搞破坏率 要两颗星,大概五六十趴,六十趴就够了,九本来打六十趴,五十趴,两颗星 这样都可以替你的整个部落士气大增,就是部落战的胜率增加 九本来打,然后十本去补下面的三星九本 这样这场几乎就稳拿了,只是对手好像没有想到这一点 好啦,讲了这么多废话,我们来看部落战吧,那第一个要看的呢 大家健身都喜欢看前面的,第一个要看就是我自己的,没办法 今天我最近非常非常喜欢用十八匹啊,自从十八匹更新之后 十八匹真的是威猛,看King用的这么开心,未来用一下 那这个是对方的阵型,有点类似小小的格子阵 但是中间有一些空隙,那算格子阵不适合用十八匹啊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阵型健身怎么解的 我带的是十八匹,然后我有看到说,我带到六个胖子跟六个冰法 那我会带六胖六冰法,原因就是我在直播的时候呢 我突然发现冰法其实,没有到特别特别的强 但是也,它也没有到弱,它其实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用 但它不能带太多支,所以我就选择那带多少胖子去带多少冰法 就来清一些边边,就有点取代猪的用意啊 可以看到说,如果你今天冰法没了,因为冰法就七天嘛 今天如果没有冰法,其实带出也可以啦 只是,它既然有冰法就用用意下,还蛮酷的 那我的打法呢,选择从右下角打 那因为我这个是补星的,King已经打过 所以我知道对手的电塔呢,是都放在这三个点 就是放在外面啦,三个放在外面,一个放在正中间 好,那我带胖子跟冰法,就是要打对方的电塔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怎么打吧 右下角开始进攻 好,赶快 我现在在思考的是,要先放地震嘛 所以我会想的有点久 好,先地震,震开 震了一个洞 啊,我最近玩司法皮都非常爱用地震 毕竟我爸本身是这样玩的 然后看到说,我直接洞出对方的电塔 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对方的援军喔 是直接被触发出来的 所以我石头会爆的非常快 这一点我是知道的 所以我的节奏呢,要有点快喔 而且还要清别 而且看到说,我并没有带炸弹 其实我这场是要带炸弹还是忘记的 呵呵 好,对方冰东线一跑出来 真的是有点想骂髒话 好,放两只皮卡 那边对方女王在里面啦 所以我皮卡会走过去砍对方的墙壁喔 打女王 好,这边确定皮卡在砍墙壁 放了一个狂暴 援军要蓝胖 我最近玩司法皮呢,援军要蓝胖是最好最好的 真的,真的是最好的 两只蓝胖剑,两只跑掉了 没关系 那我又要说 我这边先暂停一下吧 你们可以先看一下 我左边这边呢 放一个胖子,又放一个冰法 去打对方外面的电塔 还有一些炮塔箭塔 那放其实没有到特别特别好啊 但是还是有打掉对方的一些外面的箭矩 我再下一个狂暴 所以我这张法术 我觉得放的没有到很好 真的有点小小的烂残 就放太快了 放的有点急 好,跟他说 有留蛮多部队的 那对方外面有个炸弹塔啦 我这野猪其实不小心抖出来了 应该是要先放黑胖跟冰吧 打掉之后呢,再放野猪 好,跟他说皮卡血量非常的多 点出来给大家看 两只皮卡都是满血的 然后后面还跟着蓝胖 那为什么我觉得施法皮带蓝胖比较好 是因为皮卡有血量 那蓝胖其实血量没有到非常多 所以我觉得带蓝胖会好一点 因为皮卡可以在前面扛啦 那再来另外一点是 皮卡因为会一直砍墙壁啦 那如果蓝胖可以在后面帮皮卡 打一些箭矩的话 就还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带蓝胖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蓝胖一次打两个喔 OK,这个也是三星 时间还蛮充足的 还剩大概30秒左右 然后对方下面有一个 魔龙小屋 我没有注意到 手机太小只 这个还蛮简单的 对方最强的九本 就这样被我三星了 呵呵 好啦,第二个打的话呢 我来看一下 哦,这个弓腾 弓腾是10本啊 所以打这个就不看了 然后4号不好意思 是健身的 4号的话也是健身我打的 然后我打的话呢 我记得我是第一次打吧 还是第二次的 哦,是第二次打 我也是补星 那我一样用十把皮 第一阵牛打的 其实我原本是要打3号啦 只是3号以前被King打过 所以 那4号只有一颗星 我就来打4号 那对方这个阵型呢 其实我打的有一点小小的惊险 我觉得我没有打好 但是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对方连弩呢 是一个对地面一个对空 直接重播给大家看一下我部队 我这场部队呢 就是带施发皮 然后带五支柱 就是把刚才的胖子跟兵法的人口呢 换成猪 好 那我打的点呢 是从九点的地方打 那对方援军是也是一样 可以直接被丢出来 但是我是从九点的地方打 就不会被丢 就下猪去硬吧 好我现在两个石头去hold旁边的箭塔跟炮塔 那这场其实我没有多想我就选择打了 原因是因为 可以看到说我地震 我这边炸卡 但是你看到我地震 我地震等下会下一破级炮这边 那 等下说这边又震了一个洞出来 所以等于说我炸弹其实可以不用带的 可是等于我炸不带的话就多了12人口 所以我这场其实 没有先想的特别多我就打了 嗯下次不能这样 好这边原军出来有下一个狂暴 狂暴给女王 这样打圆军才打的比较快 比较痛 那我习惯带地震的原因就是因为 地震范围比较大 比跳跳还要大 然后他又是永久的破墙 不像跳跳40秒没了 40秒结束还是1分钟结束就没了 我觉得地震跟跳跳比起来 地震比较稳重一点 虽然说还浪费空间 跳跳只要2空间 地震要4个 所以他说我这边再打 那我的野猪呢 野猪就是怕弹簧啊 你看一直被弹簧弹掉 剩下一只 5只剩1只 然后你看到皮卡 皮卡血量并没有很多 对手的东西都放在外面 很定位 没办法 那皮卡就是非常拖时间 加速一下 这样打得非常非常的惊险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 我这样压秒 只差1秒钟都不能三星了 好 看到下方这边还有两只 蓝胖 还有两个皮卡 跟男王 乍干之下是可以打掉 但炸弹塔爆掉之后呢 皮卡也要死掉了 蓝胖也快死掉了 然后这边 蓝胖还在打对方的黑水库 顺便弹一下炮塔 OK你看 苍蝇触发到空中陷阱 被炸掉了 蓝胖差差1滴 然后把画面拉到上方 剩下两只苍蝇两只弓箭手 那时间剩下20秒 弓箭手是绝对没有办法打到下面的炮打 而且还会被先被炮打打死 那就只能靠苍蝇拿 那希望苍蝇拆快一点 好你看哦 这边触发到了一个空中气球啊 还好我苍蝇跑得非常的快 吓死我了 嗯 好三星 真的是吓死 差一点 就没有三星了 呵呵 那第三个 那第三个 跟大家分享的是 迪诺的 来看一下迪诺打这个 那应该 都知道迪诺是个初九啦 那初九的话 应该要对方这个阵型的 连弩一架对空 第二架对地面 那迪诺 迪诺打这个阵 他用的是死狗球 我觉得打这个阵用死狗球非常的 难打 因为 你只能打到一个防空 真的只能打到一个防空啊 那我其实也有想过 这个能不能用 死狗球打 我自己觉得不太行 有点难 而且他连弩又一架对空 我们来看迪诺怎么打吧 虽然对方的 双方等级比较低啊 好迪诺很聪明 直接下一个跳跳在对方的箭塔 好下两颗石头 迪诺的石头只有两极哦 特别特别的白啊 好远军出来下了一个五级毒药 满级的 那迪诺的双方等级也不高 15跟11级 男王等级比较高 这很少见 好双方上掉对方的双方 援军也是处理掉了 好这边看起来还是只能打掉一个防空 好还差点打不掉 压技能打掉 那对方电塔 这种阵型的电塔又是放在里面的 真的是非常不好处理 而且迪诺的狗只有一级哦 放了一只满级的狗 还有一只一级的狗在 左上方的防空 放一个加速 如果是我的话 我这边会选的放狂暴 好要电塔的伤害是非常高 黑球基本上是碰不到 好炸掉一个还有一座 那防空是还有三座 好爆掉了两只狗 还剩一只 下面又是吹风机跟电塔 这个要三星真的是很吃运气啊 我觉得 哇黑球都吃陷阱 我觉得运气还不错的是 狗没有吃到太多的陷阱 所以还好 好狗终于死光光了 但是 还没死光 差一点死光 好这边下了一个 哦天哪有人蜜我 下了一个狂暴 哇这个有人蜜我 还有人lag 好看到说剩下部队并不多 他剩一只狗 不是不是剩一只狗 剩一只黑球 黑球就是哪来 像现在这样子 对方剑拿血剩一滴滴 剩一下的伤害 干不要再蜜了 好 走开 这个三星的非常的惊险啊 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这种阵邪 你只能打到一个防空 就尽量不要这样打 因为 对方的电塔有在里面 而且 防空 真的是剩三个哦 而且你的狗只有一几 不好处理啦 真的是不好处理 但迪诺尔也看到说 打得非常的漂亮 不愧是 11本的玩家 打这个也有三星 这很厉害啊 如果来打的话 应该就吃土了吧 三星特别特别的厉害 好了 以上就分享这三部 九本的部落战啊 最近实在是没有办法分享八本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我们八本的成员 只剩下两位啦 所以 没有八本了 不好意思啦 那就分享这些九本的部落战啦 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方提问咯 我们下次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